HAPPY RADIO 快乐联播网是以台语为主的生活资讯娱乐电台 以快乐台湾无限精彩作为口号 针对广播市场调查 快乐联播网结合新闻时事 生活消费及音乐娱乐的节目形态 作为听众的诉求 并结合地方特色 让节目内容更贴近听众朋友的日常生活 而对于快乐联播网与一般联播网的不同 快乐联播网节目部企划 祖德真表示 我们快乐联播网跟一般的联播网有点不太相同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所谓的联播网 还有就是说台北基因是Head FM联播网 那个是所谓的国语台 然后那我们快乐联播网 其实是处于一个在台语的联播网里面 算是一个最大的联播网 然后那其实我必须要讲说 台湾的收听率调查是Head FM为主 但是Head FM的调查它通常都会请一些 他们的联播在说它的收听率的调查 而是对于就是说一个所谓的议题 甚至是一个新闻的时事 它在媒体业的它的影响力是不是有足够的产生 快乐联播网为台语民营最大台 收听范围亦为全台的最大 从北到南到东甚至到离岛 共有七大台 而每台皆有不同的台称 快乐联播网节目部企划朱德珍表示 其实快乐联播网它的收听范围是从 我们从北到南一的介绍 快乐联播网旗下有七大台 然后七大台共同组成的一个 所谓快乐联播网 然后那我们每一台有每一台不同的名称 像台北基隆称为全景社区广播电台 然后那中章头台中章话南头 是称为望春风广播电台 那它的电台的台体是在台中 然后那在嘉义云林云嘉南的地方 叫做嘉乐广播电台 然后还有高雄 高雄就是高高平地区 然后包含屏东是快乐广播电台 然后还有包含我们台湾的东部 东部就是花东地区 然后就是欢乐广播电台 还有离早的 我们有两台澎湖广播电台 还有风声广播电台 而台湾有许多结盟的联播网 而快乐联播网与一般联播网不同的地方 在于快乐联播网是由七大电台组成 虽有不同的台长 但领导与拥有全为同一个经营者 而快乐联播网的知名度 与曝光率的提升方式 以及收入的来源 快乐联播网节目部企划 朱德珍表示 除了一般性的电台广告之外 我们也做了蛮多的 跟公益方面的结合的活动 还有在公家机关这方面的一些结合的活动 那我们有固定长期 比如说跟很爱啦 然后跟一些很多的不同的一些 公益性的单位 然后做我们所谓的节目上面 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公益性的节目 我们会邀请这样子的 譬如说单位来去参加 那我们也会在他们再做一些 譬如说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约游会啦 或是有一些纪检会啦 甚至有一些公开发表的一些 欢迎他们公益性的团体所办的活动 我们多半都去做参与 然后那这个算是 在新闻媒体上面 有很多的曝光的机会 然后就是有一些厂商会 就是说请我们电台跟他做一个合作 然后做一个产品 算是脱售啦 那只是可能在产品上面 会有所不同 那我扣除所谓的国家 国营的不讲来讲 包含台北京 包含飞碟 包含国营台 包含台鱼台 任何一个电台都有做这个产品销售 那除了做时段跟广告上面的销售之外 产品销售也是电台一个所谓的 Income的来源 快乐联播网 以联播为串联 所以节目都有相关性 各分台皆有所属自己的时段 而联播时段便做联播的节目 在人力配置方面 电台符合节目的需求 据说人事上的规划 快乐联播网节目的走向 最主要以新闻时事 生活资讯 消费娱乐为三大主轴 而对于快乐联播网的组织人士的安排 快乐联播网朱德珍表示 人力大概就是在符合我们节目制作上面的需求 来去做人力上面的规划 然后那因为快乐联播网 他之前的前线是东森的ETFM 然后那是由我们董事长跟ETFM这边做一个承接 因为他去购买了ETFM的这个所属的频道 然后那当时ETFM 他的拥有的一些人力还有一些节目的方式 可能跟他这位董事长 他的经营在快乐上面是有所出入的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 就是说做转型的时候有所调整 就从ET的时代到了快乐的时代 但是从快乐的时代经营到目前为止 是用相同的规格跟人力配值 对于节目的走向 快乐联播网在评论事实方面 将抛开人们以往认为偏绿色彩的形象 以中立的立场来评论事实 现在的经济不景气 快乐联播网在经营上的困难 包括在广告预算的方面有所三减 营收受到影响 因此在经营方面将有所调整来应应 而今年度的目标 也将继续为台湾本土文化做更多的努力 以上为明报即时新闻记者 程翰则整理报道